新月意境 竹丽丘山水青花池各展 将于4月27日至5月10日 在台北中正纪念堂第一展览厅展出 作品以中国山水化形式 赋予青花池新意境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 我这次的展览在中正纪念堂第一展览室 时间是在4月27日到5月10日 这次的题目是新月意境 这次的主走就是山水青花池 当然里面有的画作还有西画的部分 欢迎大家一起来看看 我竹丽丘新月所创作的山水青花池 有什么不一样 卓丽丘老师多年前到英哥台华窑参观 被池器上美丽的山水图样所吸引 他虽非艺术本班出身 却蕴含巨大天分 加上对艺术的执着与坚持 七八年来每周游彰画得上台北学画 在水墨大师周成教授指导之下大有所成 因为画在纸上面跟画在瓷器上面 用料不一样 这个画纸跟瓷器配体不一样 还有要烧制 所以以至于它难度比画在宣纸上 还是说这个棉布上面更加的困难 但是我的初衷就是为了要把山水青花池画的 如我心中的那样子的空灵混沌之美的山水 我还是坚持下来 就一直到现在 卓丽丘老师有着天生美学的敏锐度 他作画时都是信手年来 依照意念下去雕琢 随心所欲将书画赋予在青花池上 极具意境之美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华采访报导